95年的说话 Konami的制作人村山吉隆 做出了著名的幻想水浒传 此人据说从中学时期 就一直非常喜欢水浒传里的内容 对其推崇备制 不过呢 他的幻想水浒传系列却是天马行空 东西方元素混搭在一起 能够见到和尚大战吸血鬼等奇特的场面 游戏上市后的反响还不错 让这个系列成为了长青树 正传外传不停的推出 时至今日 制作人虽然早已经不在K社了 但依然在开发精神续作《百英雄传》 试图继续延续其生命力 而95年上市的幻想水浒传一代 便是系列传奇的开篇 它里边有着大量的创新元素 绝非一板一眼的传统日式RPG 同伴数量更是达到了夸张的108个 每一名都对应水浒传里的人物 男主是天魁星转世 对应的其实就是宋江 其他人物也一一对应林冲 鲁智深 无用等良山好汉 老曾我一直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独特又怪异的系列 那么闲话不多说 今天就从一代开始 尽可能让没有玩过他的哥们 也能够通过影片 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 幻想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赤越帝国 男主的爸爸泰奥是帝国五大将军之首 这一天皇帝召见泰奥和他的儿子进宫 该国目前的情况并不太妙 各地都出现了起义军 北方边境也不安稳 皇帝召见泰奥将军的目的 正是为了派遣他去镇守北方的战略要地 并钦点他的儿子成为禁卫队一员 临走前的一晚 将军对独自在家的儿子是万般的放心不下 主妇管家格雷米欧一定要照顾好他 格雷米欧也是我们最早的一批同伴之一 他对应的实际上是水浒传里的小李广花蓉 同时安排克雷欧和潘这两位手下 充当男主的保镖 此二人对应的分别是美须公猪童 以及叉士虎雷横 除此之外 将军府里还有一个叫泰德的时刻 他并非108星之一 但跟男主是发小 这些人受到将军的委托 自然会尽心尽力的保护好他儿子的安全 成为皇家禁卫队的男主 相当于有了工作 将军老爸走了之后 他也开始去皇宫上班 从禁卫队长那里领取各种任务 当然作为新人 需要做的事情都不会特别困难 无非是去找找人 收收债什么的 他本人从小衣食无忧 过着大少爷的生活 可是一旦走出王都后 才知道帝国确实问题多多 除了王都是光鲜整洁 大气磅礴之外 其他地区的老百姓 生活普遍不怎么好 在帝国东面的小镇子上收税的时候 看到的全是东倒西歪 破破烂烂的民房 可是此地管理者 格雷迪居住的大别墅 却相当豪华 跟本地其他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足见帝国的腐败 格雷迪告诉众人 附近的青丰山上 盘踞着一伙山贼 村民在他们的骚扰下 根本无法好好工作 所以不将其消灭掉的话 他实在没有办法收税 男主出身牛犊 听闻后立刻带着人马 前往青丰山 尝试剿灭山贼 他们找到了大本营 也把山贼打得七零八落 但此行真正的危险 竟然是来自一只 既像蚂蚁 又像蜜蜂的怪物 在前往土匪窝的途中 他们遭遇了这只怪物 几个人根本不是其对手 眼看就要被团灭 危机关头发小泰德站了出来 大手一挥 神秘的力量喷扭而出 怪物根本无法抵抗 被吸入了一丝园空间当中 大家此前从来不知道 泰德居然掌握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但他既然不想解释 也就不方便多问了 只不过这一切 都被随行的宫廷官员 悄悄地看在眼里 解决了青丰山的问题 小镇子终于能够正常收税 众人也回到了王都 此时官员突然叫泰德 单独跟他去一趟皇宫 具体什么事则没有说 大家也没有很在意这件事 忙了一整天 只想早点回去吃饭休息 泰德竟然带着一身的伤回到屋里 刚一进门便倒在了地上 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将其包扎好后 听他讲述了刚才经历的事情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有着27枚真文章 获得他们的人 不仅可以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更是可以长生不老 泰德便是一个拥有文章之人 他已经活了300多岁 而宫廷魔法师温帝 同样是一个活了300多岁 拥有文章的不死人 男主此前被清点为敬畏队员时 已经见过这个女人 她受到帝国皇帝的宠爱 身份地位跟皇后也差不了多少 温帝虽说拥有一枚真文章 但野心勃勃的她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文章 和更强大的力量 在得知了泰德身上 藏有掌管生死的试魂者文章之后 立刻逼迫其交出文章 泰德拼死逃了出来 身受重伤的她 把文章托付给了男主 但温帝怎肯罢休 很快就派了一队人马 来到男主的家里 泰德为了保护其他人 主动跟他们去了皇宫 但这仅仅只是权宜之计 文章既然在男主身上 皇宫里的人肯定很快 就会再次过来 大屋子绝对是不能呆了 只能赶忙收拾行李 带着管家和两位保镖 暂时于城市的旅馆中 住了下来 这场变故来得太突然 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茫然失措之际 在酒店里碰到了个 欠住宿费不给的无赖 他叫维克多 实际上是起义军的秘密成员 听闻男主的遭遇后 决定将其带到总部 引荐给起义军首领奥黛莎 维克多对应的是花和尚鲁志生 他此话也成为了我们的同伴 起义军的大本营 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市的地下水道里 跟随维克多进入其中 发现里边别有洞天 也见到了起义军的首领奥黛莎 他努力邀请我方一行人加盟 可男主的心理其实相当纠结 毕竟前一刻还是帝国将军的公子哥 任职于皇家禁卫队 下一刻就加入到起义军 站到了帝国的对立面 无论如何都觉得怪怪的 宽建自己的爸爸是武将军之首 以后父子还怎么相见啊 一堆的问题涌了上来 让他愁眉不展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二代莎倒是对眼前的小伙子 青睐有加 不断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随后更是跟他一起同行 护送一张贵重的火炎枪图纸 去秘密工厂 这是起义军刚刚设计的新武器 如果能够顺利生产出来的话 相信对战况会有极大的帮助 护送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 两人之间的友情也进一步升温 可就在返回的途中 意便陡然发生 帝国军方发现 并且攻打了起义军的据点 听到消息后的二代莎撇下众人 头也不回的往基地方向飞奔 男主当然也赶紧带着人马跟了过去 跑进下水道后 清理掉一堆的帝国士兵 却看到二代莎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快不行了 临死前 他把起义军领袖的位置 偷付给了男主 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继续奋战下去 个人感觉这段演出十分的不合逻辑 男主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不得已才加入起义军的 说不定他还是帝国派过来的奸细 这次的遇袭事件可能就是他搞的鬼 更何况一个出出茅庐的小青年 既没有战功 也没有领导军团作战的经验 如何能够服众 让原先的那些高层死心塌地的跟随他 但游戏就是这么安排的 二代莎最后的遗言 是希望男主去远方的村子里 找一个叫马修的人 说此人会对异军的重建产生极大的帮助 马修实际上是奥戴莎的哥哥 对应的是水浒传里的志多星 无用 此人博学多才 可是厌恶战争 只想平静地在村子里做老师 过完一生 这样的人必须不能放过 要知道优秀的军师 那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 好不容易才把诸葛亮请出山 所以麻烦就麻烦一点吧 越是难以收编 就越是证明了他的重要性 入队后的马修立刻展现了他的作用 原本义军的据点已经暴露 肯定不能继续使用了 他知道在托兰湖里 有一座一手难攻的湖中城堡 应该能够成为非常可靠的新据点 不过此地盘踞着一条僵尸龙 首先必须要把他 和里边的其他小怪物都解决掉 才能让城堡归我们所用 僵尸龙意外的很难打 我记得当年连续被他干掉两次 最后不得不跑出去再练了一会儿急 才总算是战胜了他 对此印象比较深刻 有了城堡相当于有了大本营 但这里到处破破烂烂的 只有几间漏室 以及零零散散的几名起义军成员 打开新作对应表后 会看到36天罡和72地下当中的绝大多数 目前都还是控制的状态 因此当务之急 是去各个城镇和村落里 把这些家伙统统给找出来 成为我们功臣拔债的助力 就像开头时候说的 幻想水浒传在当年 有着许多跟传统RPG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中之一便是收人系统 108个凉山好汉散落在各处 这也意味着路上的NPC不再是可有可无 看到个大活人站在那 我们都会上去跟他聊个两句 说不定此人就是同伴之一 有些好汉三言两语便能说服 还有一些在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后才会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 并非所有的同伴都是战斗人员 还有很多特殊人才和后勤补给人员 比如说谢尔盖是个发明家 听闻一军有个城堡后 他觉得可以一展身手 很爽快便加盟了 回到湖中城堡 会看到他发明出了电机 初期阶段只有两层 随后逐渐变为四层 让城堡拥有了更多可以活动的区域 在山野间闲逛的时候 无意间捡到了同伴围棋 他精通神秘的咒语能够让人顺移 之后便可以从城堡 直接传送到任何一个曾经去过的城镇了 其他还能招募到旅店老板 武器店老板 道具店老板 赌场老板 澡堂子的搓澡工等等 还能招募到一位做饭的大妈 为一军提供伙食 原本空空如也的城堡里 逐渐到处都住满了人 大家各司其职 很像回事了 这期间也跟帝国的军队 打过一场硬仗 战争场面 也是幻想雪虎传 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里边不仅有传统RPG模式 还有军团之间的大规模对阵 就拿这场战役来说 帝国均有9000人 而起义军才6695人 画面上的三个选项 分别是突击 射箭 放魔法 第一次玩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选 连续打了两次都输了 随后终于摸清楚了 原来三个选项 是相互克制的关系 突击刻射箭 射箭刻魔法 而魔法刻突击 再说的简单点 其实就是石头剪刀布呗 玩猜拳而已 运气好的话 有时候也能刺探到敌情 知道他们下回合的行动 相当于作弊了 所以想要打赢 其实还是挺容易的 新上任后的男主 首战告捷 而且起义军的一名高层旧部 也带着人马前来会师 士气高涨 由兵强马撞的他们 决定不再隐忍 带着大部队主动出击 准备先攻下帝国的西部区域再说 这里的首将 是五大将军之一的花将军 擅长用毒 战斗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管家格雷米欧更是为了救中人 被困在了满是石人包子的密室中 牺牲掉了 最终极其艰难的战胜了花将军 夺取了帝国西部 接着又一股作气的击败了东部守军 再次夺取大片领土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发现帝国的很多高级将领 其实都是被温帝用黑魔法控制住了 相当于傀儡 至于帝国的皇帝 很可能也已经是处于温帝的控制之下 很多将领在战败后会清醒 并且加入我方 对曾经控制自己的温帝实施报复 正当起义军打得顺风顺水之际 大事不妙 爸爸来了 身为五大将军之首 爸爸的实力远远高于之前的那些对手 这是一场必败的战役 无论选择何种策略 都是一定无法获胜的 军师马修眼看不敌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 赶紧下令撤退 潘则带着少量人马以必死的决心断后 面对这位曾经的家将 爸爸也横讲武德 叫手下的人别动 他选择跟潘进行一场公平的单挑 如果潘获胜的话 他就暂时撤退 爸爸拥有非常强悍的武力 即便我们一直把潘 作为队伍里的主力培养 也很难取得胜利 被击败后的潘会战死 游戏里想要看到好结局 必须要凑齐108星 之前管家格雷米欧已经死了 如果这场战斗中 潘能够活下来的话 那么管家在最终决战之前 也能因为某个事件而复活 就真的凑齐了108星 进入好结局 反之潘战死的话 则必定进入坏结局 想要让他活下来的方法并不难 甚至可以说非常的简单粗暴 不需要什么秘诀或者关键道具 只要拼命的练击 等他自身的实力足够强横了 再去触发这场战斗 便能够战胜爸爸 是不是很好笑啊 当然了 不管潘是死是活 他都为男主一方赢得了撤退时间 能够暂时得以喘息 可爸爸很快还是会继续进攻 到时候依旧逃不过溃败的命运 危机关头 起义军中的一位高层突然想到 之前男主和上一任头目二代沙 不是护送过火炎枪的图纸 去了秘密工厂吗 后来还因为二代沙的死 这件事情就被大家忽略了 此刻面对可能团灭的危险 火炎枪就成了扭转局面最大的希望 连夜马不停蹄的赶到工厂 看到他们不负众望 果然把图纸上的枪给造了出来 那没什么好说的呀 赶紧借了十条大船 从水路把枪给运了回去 爸爸的部队刚好也在同一时间 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 但这一次我们有了枪 用热兵器去对付冷兵器 结果可想而知 帝国一方溃不成军 到最后就只剩下了爸爸 他和男主之间 来了一场父慈子孝的一位一大决斗 结局不用说 当然是男主获得的胜利 爸爸对于儿子的成长感到很欣慰 说了几句场面话后便领盒饭了 男主没有太多时间用来伤感 他必须立刻行动 既然火炎枪那么厉害 当然要一股作气把整个帝国给打下来 否则一旦对方也研究出相似的武器 那就不好办了 随着起义军的南征北战 帝国军队节节败退 各地老百姓也纷纷揭干起义 男主率领的军队 更是所有势力中最具威望的一支 他不断吸纳各地人才 成为起义军的将领 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 还说服了强大的龙洞骑士团成为助力 从此之后 更是拥有了能够飞行的龙 也就意味着有了空军 强大的作战能力 加上军师马修的各种计谋 起义军是势如破竹 一块接一块地攻陷帝国的领地 最终大部队来到王都附近 作为帝国最大的都市 想要攻陷他的难度很高 军师马修为此想尽了办法 日夜操劳 可就在此时 队伍里的叛徒突然出手 将马修刺成了重伤 还差一点一把火烧死男主 此人名叫桑切斯 很多年前就加入了起义军 也就是说少爷任首领奥戴莎的死 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桑切斯显然是个铁了心的保皇派 即便人人都看得出帝国的气数已尽 还是义无反顾的出手 试图扭转局面 站在他的立场来说 也算是忠肝义胆了 这场变故并未打乱起义军的阵脚 双方的人马在王都前展开大决战 守军的人数并不少 训练有素 可奈何我方有枪还有空军 面对开挂一样的对手 帝国军的结局可想而知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场战役打赢化 王都的大门彻底敞开 看着城内熟悉的建筑 男主感慨万千 这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 在背井离乡许多年后 终于又回到了故土 当中经历的事情 以及回归的方式 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 但他还未能高枕无忧 皇帝带着最后的禁卫军 盘踞在皇宫里头 势不投降 准备顽抗到底 此时军师马修的伤势渐渐恶化 他已经无法在一起同行 回后方大本营休息去了 男主则挑选了一对人马 杀进皇宫 这是游戏里的最后一座迷宫 敌人实力强横 数量众多 加上本作的御敌几率很高 如今采集素材的时候 走得心烦意乱 真的是一股强烈的时代感扑面而来 很难想象当年日式RPG 会成为最热门的类型 大家能花上几十个小时走迷宫 踩地雷 乐此不疲 毫无怨言 在天台找到了皇帝 身为最终boss 他也是真文章的拥有者 此刻化身为三个头的巨龙 跟我方队伍展开决战 过程和结果都不用赘述 自然是以皇帝的失败告终 可就在他落败的一瞬间 温帝突然出现 利用他身上十只文章的力量 将众人都定住 并快速上前 抢夺男主身上的试魂者文章 没想到试魂者文章 坚决不肯认这个新主人 无论温帝怎样努力都没用 让他一时没了主意 而原本半跪在地上的皇帝 突然从后方抱起了温帝 他其实从来就没有 被温帝的黑魔法控制住过 心里也很清楚 自己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对象 但就是深爱着温帝 此刻选择带着心爱的女人一道 从天台跳了下去 结束了他并不光彩的一生 随着皇帝的战败 帝国也正式土崩瓦解 男主开创了全新的王朝 他本人并未选择当皇帝 而是把皇位给了起义军中 一个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 自己结甲归田了 君神马修由于伤势太重 并未能等来新帝国成立的那一天 临死前的他 还在反思一路上的所作所为 到底是对还是错 战争本身都是残酷的 即便觉得起义军是属于正义的一方 跟帝国之间长久的争斗 其带来的也只能是破坏和死亡 也许自己不出山 在小村子里当一辈子的教书先生 反而更好一些 这样的思考 让游戏的结尾得到升华 有了反战意味 幻想水浒传上市后 取得了40多万套的销量 在那个大作动辄百万销量的年代 奥款惊人一类的词来形容 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让后续作品的立项成为可能 三年后 幻想水浒传2上市 有了制作经验 二代的系统更加成熟 故事也更加流畅紧凑 怀旧论坛上 至今仍有不少老玩家 都认为二代是全系列中最好的一作 关于他的故事 今后我也会跟大家聊聊 还望朋友们点个关注 另外老孙的频道空间里 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啊